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代学者对他的看法来讨论一下 我们先看汉代刘相在把战国时期流传的纵红家的那些小册子汇编成书的时候 他怎么看待这些材料 刘相叫战国册输入这篇文章很有名 也很有意思 我们看一下他看问题的特点 他说战国时期均得浅薄 为之策谋者不得不因事而为之 据实而为 其实后面应该有个缺字 因事而为之 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式 作为自己游说的凭借 作为自己的背景 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那么据实 根据他所处的时代 也就是包括社会 国与国的关系等等 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 然后来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 为策 好 从这句话我们知道 在刘相看来 当时之所以会产生纵横家游说之势 其实 是跟君德浅薄有关系 因为 这个游说之势 毕竟是为君所用 他们只有建议权 而没有决策权 因此具有决策权的这个国君 如果德行浅薄的话 那么 下面的人 也必然会 根据他们的爱好 根据他们的兴趣 根据他们的口味 去提出自己的建议 也就是说 上游所好 下必圣也 问题不是出在游说知识身上 而是出在君主身上 故齐谋 伏极持情 辅助 急需 危急的 这样的 诸侯国 持情 也就是 对将要 清赋的将要 灭亡的 诸侯国 给他们 关键性的帮助 因此 为一切之权 权就是权变 也就是 这个权字 我们用现代术语去解读的话 大家考虑一下 用什么词比较好 什么是权 一切之权是什么意思 考虑一切 问题都是 从 现实出发 而不是 从原则出发 所以 像 既然是 唯一切之权 因此就不可以 邻国教化 不可能使这个国家 长治久安 但是呢 在刘备看来 这是兵急 旧急之事 也 这是由当时的 兵急 旧急之事 所决定的 这个 急 也就是 这个急 是由当时 严酷的 战争环境 和 为旧急 这样的目的 所决定 在刘备看来 无论如何 这些游说之事 皆 高材 秀事 在当时的 客观环境下 他们 夺 时军之所能行 他们能 做到哪些 然后 出 奇策 意志 正是由于 他们的 奇策 意志 因此才能够 转位为安 运 云 为存 所以 刘相 就认为 从这些材料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些材料 亦可洗 皆可观 就是 具有 保存的价值 因此 他才会把这些材料 汇编起来 转定 这个 编定为 战国策 好 北宋 曾拱 虽然 是 这个 宋代 第一个 开始 整理 战国策 的学者 但是啊 他对 战国策 的评价 并不高 他认为 从战国策 里面 反映的 这个游说 之士的 考虑问题 的出发点 来看 他们 射心 注意 偷为 一切之计 而已 偷就是 苟且的意思 只要是 能够解决 眼前的问题 就可以 至于说 为了解决 眼前这个问题 会带来哪些 负面的效果 那是不在 游说之士的 考虑范围之内的 曾工下面这句话 说的比较 这个严重 他说 邪说之害正义 一放而绝之 就这么多年啊 战国策一直被排斥在 主流社会之外 原因正在于 他是邪说之害正义 什么是 这个 邪说之害正呢 昨天晚上我跟 另外几位老师 一起讨论这个周延的 育中尚无王书 这个 大家就 读下来以后 就发现 周延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我们知道周延应该是 汉代的一个 纵横家的 这个渔波 那么他在讲道理的时候 他在举例的时候 一切都是从利害关系出发 如果回过头去看 同样是 这个举例 那么孟子当中 在举例的时候 通常不会从利害关系出发 考虑一个问题 不是从利害关系出发 而是 从 比较高的一个道德范畴出发 下面 这个曾拱说 则此书之不明 不免其可乎 他自己也感到 很犹疑 像这样的书 到底是不是应该放而觉知 不让它流传于世 好 下面是元代吴师道 战国策教主 后面的序 他说 获曰 战国策者 六经之弃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吴师道 披头就 说 世书 善恶 没有一个恒定的评判标准 没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念 一切都是从功力 从现实出发 因此 对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来说 这当然 不是什么好书 而且 吴师道 特别讨厌的就是 这个作者 有实出所见 他在记述一个历史的时候 记述一个事件的时候 有他自己的评判 也就是不但记载之 还加上自己的 这个价值判断 他举的例子 像这个 记子之今多 未高 记子之今多未高 这就是 苏秦在发达了以后 回去 那么全家人都围着他转 嫂嫂是 扑扑在地 跪着 给他进食 但是 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 这个 嫂嫂是怎么样 不为吹 要 等这个苏秦不在的时候 赶紧做点吃的 全家人吃 所以 这个 苏秦就问他的嫂嫂 说和 前居而后宫也 那么 嫂嫂就 实实在的回答 为这个 金多 为高也 您现在钱多啊 地位高啊 那么 这个事实本身 技术下来 并不为过 但是 在 吴师道 看来 作者在 技术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 对这个 事实是 持肯定态度的 无论是 苏秦的 所作所为 还是他家人的 所作所为 都没有什么 可非议之处 也就是说那个时代 真正是一个 孝贫不孝昌的时代 下面的例子 安邻碧人 之故宠 则以将以为善谋 大家可以自己去 看一下 这个 吴师道 最后说 此其最漏者 粗漏 笔漏 低下 没有 品格 这就是 此其最漏者 但是 无论如何 无论人们 怎么从负面的角度 去看待 战国册这本书 战国册 毕竟 是流传到今天了 何以如此呢 南宋的鲍标 在战国册 注的序里面 说的比较 重肯 而为什么这本书 能够流传下来 人们 看重它的什么呢 第一 史家流也 它具有史料的价值 第二 其文 辩驳 具体来说 有幻而明 有的 这个 文字非常明朗 有 万而微 有 约而深 这是从它 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说 战国册的语言 很值得 这个后人学习 第三 那么太史公之所考本业 太史公在写史记的时候 其实大量的采用了战国册 既然 这个大家都推崇的 这个太史公都这样做 那么可以证明 从另外 从一个侧面证明 战国册还是有保存的价值 正是基于这三个原因 因此 北宋 这个 曾拱 姚洪 鲍标三位学者 终于恢复了这本书 重建了这本书 好 下面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战国宗宗家书 其实课本前面的题节里面 也做了说明 在1973年的时候 中国考古界 有一个重大的世界 就是马王堆汉姆伯书的出土 在马王堆这个三号 汉姆出土的博书里面 有一种类似于金本战国册的书 这本书一共是27篇 17000多字 其中11篇的内容 建于金本战国册和史记 而且文字也大体相同 另外16篇是艺术 可以补今天我们看到的战国册之缺 那么 这个建于战国册 金本战国册 而且文字也大体相同 这个战国纵红家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出龙睡赵太后的 这个在战国纵红家书里面的文字 就赵太后 大家注意写成大 太写成大 不写成加点的太 归用事 金本战国册设 新用事 秦即公之 求救与其 其约 必 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字 就是说那个 这个简上慢换不可实 但是根据金本战国册 这个地方缺的应该是乙字 必以太后少子 唐安君来治 兵乃出 太后不肯 大臣抢之 金本是大臣抢见 下面太后名位左右约 这个位字写成这个位是 为什么可以写成这个位 同一 这是一个通甲字 有父爷令长安君治者 不是为治 直接用一个字 老父必拓其灭 这个其字 用了一个通甲字 左侍触龙颜 愿见 太后 圣弃而须之 下面的文字 我们就不读了 大家大致记住 战国宗宗家书里面 这段文字 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 金本战国册的 这个问题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 出龙睡 赵太后这一篇 这一篇是 主要内容就是 以 长安君入旗做人治 这件事情 作为中心 主要是描写 出龙 用 维婉取折 逐步深入的方式 说服了赵太后 同意 让长安君 让自己的小儿子 长安君 入旗 做人治 那么 这个核心 就为什么同意 这个 赵太后 明白了 让长安君 入旗做人治 实际上是 为儿子做 深远 久长之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